可是人都是要有进步的 他就不给我进步的空间 他还做了什么 让你不满意的呀 就是他对我的各种事情 他就觉得一惊一乍的 草木皆兵那种感觉 就我有一次上火了 写了个豆 我就跟他说 我最近上火了 这段时间不能吃辣了 结果他给我做了 一个礼拜的苦瓜汁 他逼着我喝下去 我一滴都不能剩 这么好啊 这哪好了 我不爱喝苦瓜汁 我跟他说了 当时我们重新吃的很辣嘛 就重口味 他上火了 我就跟他做那个苦瓜汁 我跟他炸了 跟他端到面前 看他喝掉 因为我从小 我上火我妈也给我这样做 他倒好 他背着我倒掉了 那我跟你说 你能听吗 那我只能倒了呀 我闻到那味 我就想做 但是那个对你身体好呀 你上火了 我给你做出来 你居然倒掉了 也是我一片心思嘛 好 你上火 他炸汁 你不满意就倒掉 他心里就难受 我已经似乎感觉到 那么一个循环在哪了 还有什么呀 就是他对我的控制欲特别强 怎么又控制了呢 就是他出差吧 我以为他走了 我能娱乐两天吧 我能在家里 自己放松两天 就不用有人管着我了 就是他给我列了个清单 上面列了我早中晚要吃啥 然后晚上几点睡 早上几点起 每次我要吃什么东西 都要给他拍照 他有空就给我打视频 他问我 你饭吃了吗 我跟你说那些水果你吃了吗 他就有点像老妈子了你知道吗 我妈都没管那么多 我在外边我出差 我抽空关心你 我就怎么了 我一不在 然后你就点外卖 外卖他又不健康又不卫生 我冰箱给你做好了 你热一下就能吃 然后水果也是 我不盯着你 你又不吃 不是你出差之前 要我先把饭做好的 对啊 我跟他放冰箱里 保鲜膜封热 他热一下就能吃了 又不需要他做 我对他可好的 我又不是小孩 就这种事情我自己 我是能干的好吗 而且他不仅是这样 我就平时他在家里 他都不让我打游戏 我又特别喜欢打游戏 他一出差 我想了 我终于可以约朋友出来 出来打游戏了吧 那晚上我跟我朋友 约了我们一起开 结果呢 我打了一半 他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说我在游戏上 看到你上线了 你赶紧给我把游戏给关了 我说我游戏打了一半呢 我朋友还在那等我呢 结果他说你必须关了 要不然我现在就 就买机票飞回来 我给你把电脑关了 他说这种态度没办法 我只打了一半的游戏 他第二天要工作嘛 我怕你想要工作 然后他作息 就我不在身边 他作息就特别地 就不自立 你也是 就 没有你的时候 人二十多年怎么活过来的 听了真是生气 你知道吧 一个就是我 把心肺全掏给你了 另外一个说 什么心肺啊 我不要这个东西 你看你给的人家不想要 往后撤撤兄弟 也不是 就他得掌握点度啊 怎么 我现在感觉 我跟他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